本期话题 酸梅汤的功效与作用 黄世敬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酸梅汤的功效和作用 酸梅汤在夏天 可能到每家或者是餐馆 都会比较的一种饮料 因为酸梅汤确实 它具有第一个作用 亲热神经之口 第二个 夏天天日夜 胃肠乳动功能减慢了 不想动了 那么吃一点酸梅汤 那么刺激胃肠 那么改进食欲 促进消化 所以这是第二个作用 所以促进消化 另外除了这个有外 那么就是酸梅汤 本身它是酸性的 所以我们对人体的酸性平衡 有一定调节作用 所以根据自己的体质 那就注意一下 根据选用酸梅汤 另外比如说 我们过一次辛辣的 辛辣照热的 我们可以吃点酸梅汤 中火一下 就非常好 另外呢 酸梅汤呢 就是说 对于就是处境胃肠的蠕动 所以我们如果说是夏天 我们要注意一下 有些人是不能 不能过量的 因为酸梅汤 虽然有轻轻结束啊 有可能消炎啊 这些作用 但是我们另外一个 如果说我们有胃肠道疾病 如果打一个比方 我们品质胃酸的分泌比较多 那么有胃溃疡 这样呢 我们酸梅汤就尽量避免 那么避免 另外呢 本来我们就是 就是过多的就是说 酸性物质在体内 运气 比如说有反酸水 这种比如说 胃肠又溃养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 另外呢 我们还要注意一下 就是虚寒体质 虚寒体质 比如说慢性的浮泻 或者脾胃比较虚弱 那么我们尽量不要 酸梅汤去刺激脾胃 因为脾胃有一定刺激作用 所以咱们就是注意一下 根据自己的体质 合理选用就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